未来世界因为环境严重恶化 空气变得有毒 人类未在旦夕 不得已只能将肉体进行改造 才能抵御严重污染的气候 比如在胸口装一个特殊的装置 你吸入有毒的空气 别人呼吸你过滤的空气 这是不是很刺激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来说的短片叫第三分信 未来因为环境严重污染 人们出行都必须戴着面罩 当然这只是针对有钱人的 有钱人可以学性更换呼吸面罩的过滤器 而像男主这样的普通人 只能戴着最基本的口罩 至于是否有防护的作用就很难说了 当然比他条件更差的人还是有的 城市内一片灰烂 给了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男主下班回到家 从信箱内拿出了三分信 而男主这边的租金也已经到期了 如果三天内不交钱 最后会被驱逐出去 回到房间后 男主打开了其中一个盒子 里面有一个玩具 他将玩具放在了一盘 这应该是送给女儿的 随后他开始拆信封 第一分信 就是房租欠款 消缴纳的通知单 第二分信 就是男主的健康保险被拒绝了 而他的电池证数也即将失效 在未来 人们会在身体内植入半机械的装置 才可以离物兰 而这种装置或者说机器 是需要电池进行供电的 一旦时间到了 也就代表你几乎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男主非常的生气 拿起电话就往健康公司那边打了过去 可惜电话那头只有机械印 说着我们的目标 是为了帮助你延长寿命 然后男主按照指示输入 是为保险生分编号 但电话那头提示编号无效 不管男主怎么咆哮 那头只是这种回复 这种这种回复 有时候真的会让人血压升高 不过男主没钱 也确实没有办法 男主这时候打开了第三分信 里面是他前妻的个人电池证数编号 男主打电话给前妻 表示那封保险公司的信件送错了 送到了我这边 很快我就会寄回去的 此时画面一转 把男主在上班的地方偷偷捣鼓着什么东西 还放在了仪器里面进行测试 最后回到家来到了卫生间内 然后脱掉上衣 用刀子划开胸口一个鼓起的部位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类似寄生虫样的装置 这种装置内部包裹着一个设备 也就是能够延长寿命的机器 电池一旦耗尽 也就代表着你的寿命即将终结 这时候要么等时要么续费换电池 也不是说男主马上就会挂了 而是在这种污染严重的环境下 他的身体可扛不住 就在此时突然外面有人敲忙 竟然是来要钱的 看来男主现在窘迫到被人追在上忙 男主现在正在自救被人这么搞 差点都要疯了 最后随便找了点钱 给对方算是应付了过去 随后男主拆开了那个设备 将自己改装的电池装了进去 生物力学起搏器显示 检测到新电池 然后还没等男主高兴多久 就像是新款iPhone那样 自己换了第三份电池跳出的提示 iPhone手机是可以继续用 但不会说直接不能用 可是男主手上的设备就不是这样了 要么输入有效的6位电池证书编号 要么输入12356关机 这就很尴尬 男主显然是没有什么电池证书编号的 可不输入关机后自己就会死 就在此时男主想到了之前 收到切准的那张保险公司寄来的第三份信 里面有一个新的电池证书编号 但因为没有留意 所以之前的编号他根本不记得 无奈之下他只能打电话到前缺的家里 接电话的竟然是自己的女儿 男主简单的和女儿说了几句 就说你慢慢呢 从小女孩的言语中 我们可以感觉得出 前妻是不希望女儿和男主说话的 正好现在前妻不在家 而且前妻即使在家 也不会帮助男主的 现在时间所剩不多 男主只能叫女儿去拿 打开那封信 他说里面有金血 只要你念出那串数字 就会有金血的 男主将编号记录在旁边的洗脸池上 他喜极而泣 而此时的女儿说 我的金血呢 是不是现在可以给我了 没有想到男主直接挂掉了电话 然后我们只听到了按键按钝的声音 男主低着头 我不知道他输入的是12356 还是之前的那串电池证数编号呢 如果他输入的是12356 那我会觉得这个人虚然穷 但还算是良心发现 如果是调整 我只能说 人虚的黑暗我们还是低估了 但他的拳气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男主这种加不起帮助 保险公司不会给他蓄费的人 能养好女儿吗 我想很难把 还不如电池用完后就这样离开 这部短片 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另外一部短片 全球的空气变得有多 氧气也快要耗尽了 为了活下去 人们反而在别人的体内直入机械设备 将一个活生生的人 当成了一个顾虑器 然后顾你呼吸 想想也觉得很恐怖 所以还是要保护环境 不要让这种的事情发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